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2017年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旧式典礼上 他承担一辆DS7 在万众框枯中换换时入埃里手工 而马克龙作为史上最年轻的法国总统 为人精心乐道的同时 他的座驾DS7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那么这是一款怎样的SUV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传说旧价位来讲DS绝对是非常超值的 毕竟定位是豪华汽车品牌 和奔驰宝马一个定位 但是DS7可以20万起步 而宝马X3现在是40万起 属于豪华品牌中价位非常实惠的类型 不过这款车的评价均毁于参半 在外观内视上来看 还是比较养眼 因为是一对犹如奢侈品般损散的车灯 就显得独具匠心 他们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巴黎之光 但法国人在浪漫的同时 常常就缺乏出对于现实的考量 这款车同样有这样的缺点 据车处反应 有注入车内空间显得有点狭小 高速上的时候风速太大 动力不足 低速的时候传动迟钝等问题 说实话有点令人难以接受 毕竟都是定位为豪华品牌了 还会动力不足 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标志雪铁龙公司 把标志5008的发动机 运到了DS7上面 毕竟都是1.6升的卧轮增压发动机 同时两车的尺寸和售价也是非常的接近 有些价位区间还重合了 实在是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感谢观看